我呸,这可是复原僵尸村民的关键道具 只有对他使用了喷溅型虚肉药水 然后再使用金苹果 才能让僵尸村民变回普通的村民 而我这几尘药 还能让他在复原的这段时间内 攻击力变得超级低 更是大大的降低了危险 就像这样 怎么在冒黑色的泡泡了 这就是发挥作用了呀 然后对他使用金苹果 接着只要慢慢的等就可以了 不是,我的意思是 冒泡泡的怎么是你呀 你别说,好像确实是这么一回事 阿杨啊 年纪轻轻的 怎么就变成傻子了呢 没办法 不管你变成什么样子 我都会照顾好你的 我呸呸呸 还好我都准备了几瓶药水 现在总可以了吧 我都贴在这家伙脸上扔了 这要是还能扔完 我就别当什么图罗勇士了 回老家结婚种田去吧 你在说什么乱七八糟的 经过我的允许了吗 不行,我感觉还是不太放心 再给你来一发 来,打我 我还没听过这么奇怪的要求 要不要我也帮你一下呀 这就不用了 我只掉了半个血 这就说明啊 虚弱药水已经生效了 完全不用担心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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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诶 诶,你确定这家伙真的被虚弱了吗 诶,我怎么感觉 他对我好像很有兴趣的样子啊 诶,咋还能越大越高呢 算了,这边这个看着傻一点 喂,你说话放尊重点啊 什么叫我看着傻一点 说的跟我不会一样 呵呵呵,这个果然要傻一点 对对对,连僵尸都明白得到了 你怎么就不懂呢,杨太郎 你给我等着 嘿嘿嘿,你过来呀 你怎么还跟僵尸玩伤了呀 不过他怎么还没变回去 我都困了 唉 该不会真的是因为虚弱药水 效果太晚了 变不回来了吧 诶,坏了坏了 我的虚弱药水效果都没了 该不会真的 诶,诶,我去 太突然了吧 嗯,居然真的成功了 什么叫居然 我阿阳出手有过失手的时候嘛 不过这家伙怎么是原版的村民呢 我们的村民都是沙漠村民 这两种村民能一起繁殖吗 诶,你不是说他们自己就能生吗 哦,哦,对啊 我把这事给忘了 阿阳啊 嗯,其实你孩子的名字我都想好了 嗯,就叫小阳吧 打算什么时候开始准备啊 你,你,你 你成天到底想得都是些什么玩意儿啊